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成厚的片或块 然后选去皮的花生搭配 这里的花生一定要把不好的、坏掉的花生挑掉 接着就是两片生姜和一个红枣或者蜜枣 来处理排骨 高摊的排骨不一定要选最贵最漂亮的 只要排骨的边角部分就可以 放到冷水的锅里 把水烧开 水开了之后马上会出现非常多的血沫 这时候我们马上把排骨捞出来 放在水龙头底下用冷水把这些血沫冲洗干净 这一步是要去掉血腥味 对汤的味道非常的重要 现在往砂锅里加水 这里的水量可以自己定 喜欢喝浓的排骨汤的水就可以少加一些 但最好一次加煮 尽量不要在中途再去加水 那现在把刚才准备好的排骨 以及所有的莲藕、花生等配料全部放进去 现在就开始煮它 首先要加盖 用大火先把它烧开 之后保持这种状态煮10分钟 然后再转中偏小火 也就是保持里面的汤微开 像这样子一直要煮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一直煮到里面所有的东西都酥烂 那记得在这个过程中不要一直去放盖 这样会影响汤的味道 因为我们需要一点耐心来等待这份好汤 那汤煮好以后呢 要把上面的油撇掉 这样喝起来比较清爽 现在这份汤就煮好了 其实它非常非常的香 而且里面的藕和花生有特别清甜的味道 这道汤的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另外呢 用电的慢炖锅来炖这道汤的话呢 味道更好 而且也非常的节能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和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